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最可愛的VTuber 瑟宇耶 這次要給大家帶來影片式 貓咪大戰爭最強的存在 傳說稀有的原理介紹 今天就跟著蘇宇一起來認識這些 看得到卻得不到的超強力角色吧 影片開來前 如果還沒訂閱蘇宇的頻道 也不妨動動你的小手 訂閱一下唷 1. 公版武藏 戰國武神巴塞拉斯短彈唯一 傳說稀有 射程400 單體二連擊攻擊價格4275 對黑色敵人極度傷害 對黑色敵人很耐打 二階進化為劍神公版武藏 第二階能力不變改變的只有外型 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去更變外型 個人是比較喜歡黑色啦 便宜抽這隻基本上是可以橫著走的 像我 3. 等DPS超越了9000 打黑色敵人更是高於5萬5 優秀的能力分布 讓公版即使只有單體攻擊以90分的強力 但是等對黑色敵人數據也是非常可怕 40萬的血量 不用完以下的攻擊 沒有戰爛貓也可以硬扛三豬非常離譜 這樣看下來唯一的缺點也只有單體攻擊了 但是攻擊率相當高也算是強化了這個缺點 等下來說超強 也是誰唯一擁有的一隻傳說稀有 2. 聖女貓會長貞德 現場學院銀河美少女轉單唯一傳說稀有 遠方範圍攻擊 特性是紅色漂浮敵人超大傷害 射程400 價格4870 二階進化為聖女貓會長貞德 後面不會念 一二階能力不變 可以根據個人喜好改變外型 反正不管哪個型態都是我活就對了 第位為輸出的會長 沒有對應屬性的話輸出偏弱 若有對應屬性的話DPS高達2萬 優秀的射程 公平 輸出 讓會長有著非常強大的戰力 漂浮以及紅色的屬性 對應非常非常多的敵人 使得會長的出場率提高非常多 是一隻極度強大的紅牌輸出 另外非常薄很薄有加分 如果猶豫又不要抽的同學們 不要懷疑了不要猶豫了 抽就對了不會損失的 3. 天龍城八比貓塔 超破壞大帝龍皇系列轉蛋 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390 價格6750 特性為紅色 漂浮超耐打 轉速無效 暫停無效 二階進化為魔龍城八比貓塔 第二件能力不變 一樣依照個人喜好去更改其外型 繼承龍皇系列超貴的召喚金額 身為坦克 單下卻有高達8萬5的傷害 DPS也有7000以上的良好輸出 對於屬性的血量更有恐怖的170萬 股市等的話有280萬 10必300萬 超可怕 身影屬性的話 基本上就是橫著走 如果你非常歐洲的話 可以搭配會長一起 一個坦一個輸出 超可怕的傳奇組合 但你很有可能會先被非洲人燒成灰 4. 貓若玩 超過大勇者唯一傳說稀有 對天使敵人極度傷害 對天使敵人很耐大 2階進化為巨大神兵變慶 特性與一階相同 能力大不同 我們先從一階開始介紹 射程250 價格825 量產型輸出 能力面板看起來就算是來跟地藏搶飯碗的 定位很像 但是又有點不一樣 30等對天使敵人的攻擊高達8萬5 DPS也有16000 血量也是優秀的84000 天使耐打的屬性讓貓若玩略勝地藏一些 但身體費用度還是地藏略勝一籌 射程450 價格6000 攻擊力提升至52000 打天使更是有可怕的31萬 血量也有可怕的63萬 一舉晉升為超大型後排輸出 還他媽硬到爆炸 對其他天使的後排輸出 例如貓俠 地藏 紅小雪 這是甩了好幾條街 但他們都有其他優秀的附屬性 減輕的能力相對單調許多 整體來講對天使以外無意出場 對天使的話戰力十足 5 八樣桃子 超激烈爆戰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350的三列級攻擊 三下分別為 5100 10200 45900 價格4500 必定暫停紅 黑 天使敵人2秒 必定發射8段波動 第二屆能力不變 依照個人喜好更換型態 兩種型態都是 我 老 我剛看能力的話會發現非常可怕 高速出 良好射程 對應屬性多 還有8段波動 但實際上使用下來卻是平原無奇 首先 只有第一段有8段波動 大紅腿的傷害都比你還高 DPS看起來高達9000 但實際上很容易打空 下降非常非常多 黑色 天使這種高KB的敵人 會讓桃子沒有辦法發揮起始力 但如果是打山豬這種硬度高的話 就會有奇效了 三下實時再來攻擊 疊兩下的話幾乎是永停 所以來講 有點奇妙的定位以及能力 使得桃子的出場率並不高 6.奇幻貓 射程140 價格4500 負魚貓系列一階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直接介紹進化形態 2階進化為奇幻白骨貓 別名 揪九貓 遠方範圍全方位攻擊 摸洞 打飛 停止 緩速 攻擊力下降 傳送無效 射程300 價格4500 當輸出的奇幻白骨貓 生存能力並不高 首先 血量只有5萬 射程也只有300 當成特攻的話 124秒的再生產速度 非常非常的慢 雖然擁有高公平 高攻擊 以及優秀的DPS 但整體能力還是太奇特了 並且後期還有異地的存在 使用性的話著實不高 如果是對不魚貓系列有愛的同學們 還是可以抽啦 7.密閻機關 潘朵墊 革命軍團唯一傳輪虛有 對不死敵人造成極度傷害 對不死敵人很耐打 終結不死 波動滅止 遠方範圍全方位攻擊 第二階的能力不變 一樣 依照個人喜好去調整其形態 移動速度比蝸牛還慢 比烏龜還慢 甚至比你阿嬤 是一個移動速度 只有1的大型坦克大砲 血量15萬 對不死敵人也有高達76萬 單下對不死也有18萬的傷害 DPS更是直逼4萬 幾乎不動的速度 可以讓潘朵墊在塔前 攔截所有專地的不死敵人 號稱首塔神器 可以單挑不死窩 硬扛同心出身的海量不死袋數 非常非常可怕 再純不死敵人的功用非常之大 8.暗黑咒絲 射魔大戰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455 金額4950 無屬性敵人極度傷害 遠方範圍攻擊 攻擊力低下無效 二階進化為暗刺繩子暗黑咒絲 基本能力提升 特性像是跟豪鬼出來搶位置的傳說稀有 但定位還是有點差別 白色的極度傷害讓暗黑咒絲有特殊的地位 良好的射程增加其生存能力 單下對白色敵人的輸出也有21萬 DPS也是高達22000 算是一個不錯的遠方輸出 不過無風帶的缺點還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醜了一點講不久 奇幻精靈露米娜 元素小精靈唯一傳說稀有 一階為量產型小型控場以及坦克 異星極度耐打 50%機率降攻50% 50%機率破盾 傳送無效 移動傳輸無效 二階進化為夢幻精靈露米娜尼亞 射程375 金額3675 異星極度耐打 必定降攻異星敵人50%的攻擊 必定破盾 傳送無效 移動傳輸無效 一階單置對異星敵人擁有15萬的傷害 若是降攻 提升至2倍30萬的血量 對於量產型來說 這個數值是非常的可怕 一階的放用率非常高 二階進化為大型控場以及坦克 作為坦克其擁有不錯的輸出 DPS也有6800 對異星的血量更是高達95萬 若在降攻一半 血量翻倍 血量190萬 真的非常的可怕 在異星的關卡用數大的離譜 是一隻又可愛又可怕的角色 詞 超越科學者天玉博士 黑暗英雄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400 價格5400 一階為黑色 異星極度耐打 二階為黑色 異星極度傷害 一二階能力相同 特性不同 首先 其體質不管是否對應屬性 都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一階為黑色 異星極度耐打 作為坦克定位的DPS 高達9800 非常恐怖 血量對應屬性的話 也有130萬的血量 面對高推薦能力的角色 也可以穩穩坦住 並且回推回去 二階為黑色 異星極度傷害 轉向為輸出向的科學者 面對對應屬性的DPS 直逼3萬 30等單下對敵人擁有27萬的傷害 可以不需要破盾能力 就可以破了外星羊的護盾 非常的離譜 回歸整體能力 繼承暗黑英雄 兩段變化的科學者 更是兩倍強大 無論哪個定位都沒有問題 可以妥妥的發揮其能力哦 11 大地女神蓋亞 舊極天人系列 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400 價格CM470 三段連續攻擊 全屬性極度傷害 遠方範圍攻擊 第二屆能力相同 依據個人喜好 轉變形態 基本可以視為天造進化版的蓋亞 又存在著不同 射程400 血量不錯 使蓋亞擁有不錯的生存能力 但是卻擁有容錯率很低的KB2 徒風帶偏大 若被推進徒風帶的話 蓋亞無法發揮其能力 攻擊力極其優秀 對應屬性的話 單下9萬4並且打3下 DPS也是相當的可怕 整體而言 戰線穩定的話 可以發揮極大的功效 反之卻造成不了傷害 是上下線非常大的角色 十二豪鬼 快打旋風系列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450 價格4500 三連擊攻擊 白色的敵人極度傷害 動作停止不效 跟暗黑咒絲搶位置的豪鬼 能力屬性方面卻略迅微咒絲 雖然又良好的射程 但血量的部分十分讓人堪憂 只有3萬4快一碰就碎的程度了 輸出還不錯 對白色的DPS高達2萬6 在一些側金融關卡呢 還是非常好用的 但整體的放用度卻是不高 13 金板7歲 絕命美少女轉蛋 唯一傳說稀有 射程400 金額4050 二連擊攻擊 對鋼鐵敵人極度耐打 終界不死 遠方範圍攻擊 此前必定存活 50%暴擊 必定破盾 第二階能力相同 依照個人喜好更變外型 重點是特別婆 婆婆婆 一樣是我老婆 被勾認為最泛用的傳說稀有 擁有著非常非常多誇張的特性 可達不死 破盾在鋼鐵關卡中 又是絕對的王者 50%的暴擊機率 讓7歲幾乎在鋼鐵關卡中橫著走 雖然說一星跟不死 不是7歲的主場 但上場也能發揮到一定的作用 缺點就是傷害偏少 以及進入無風彈 無法輸出這回事 整體來說還是力大於弊 唉…我老婆怎麼這麼強呢 14 貓咪王子 超國王技轉彈限定傳說稀有 射程551 金額4500 對全組性敵人 30%機率打飛 動作停止4.8秒 緩速4.8秒 攻擊力下降4.8秒 二階計畫為貓咪國王 基本能力提升 特性攤開來看就是一隻全方位的控場 同時也可以作為一名輸出 優秀的射程讓王子的生存能力提升許多 缺點是公平偏慢 控場不穩定 戰線不穩的情況下容易翻車要特別注意 二階提升攻擊力跟血量 但缺點沒有不上 容粗率一樣偏低 作為輔助控場的話還是不錯的 或者是用一隻貓咪王子特別吵 以上就是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不知道這部影片是否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的話 也可以分享給身邊有玩貓戰的朋友喔 下次留言做更多的角色介紹 有問題可以在留言區提出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給水魚一個大大的讚 每週都會直播貓戰 不想錯過直播朋友也可以打開小鈴鐺喔 我是水魚 我們下次見 掰掰